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給我最多美女 好辣醫師團 人體需要很多重要的元素 對我們來說都缺一不可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 來告訴我們 缺乏那些元素 身體會有什麼症狀 好辣軍團們 要來為我們分享什麼呢 請問小副理師李懿 哈囉 阿雅好 阿雅 最近大家非常關心一些新聞 是 身體可能出現狀況 自己會不知道 比如胸悶 你可能就先躺下休息 感覺天天都有 對 那你也不會去看醫師 對 那有的人 你這個時候就有症狀 就趕快去看醫師 或者你會喘 就要注意了 講都很會講 如果到自己身上 也就是躺下去休息 對 就覺得應該沒什麼吧 對 但是有沒有這種敏感 所以我們做這個節目 用意是去提醒大家 隨時要回想 這意思是提醒大家的 有什麼輕而徵症 寧可自己要操心一下 是 但因為這種等於一旦發生了 他也就無可挽回了 我想急診科醫師 常常會碰到這種問題 對 這個 我想大家最近可能都很熟悉 就是一個很知名的 我們的 大哥 優秀的演員 大概就是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就是被發現 就死亡 那這個我們講猝死 那猝死的原因 坦白講這雖然是很多 但是我們把它 其實簡單歸類也很簡單 不要說猝死 如果發生在40歲以前 那這裡面就有一部分原因是 不太容易可以發現有先天性疾病 先天性的原因就站得很低了 大部分就是跟三高有關 再加上什麼熬夜 抽菸 肥胖 呼應運動 這些生活習慣 所以40歲以上 你要預防這種情況 坦白講 就是要把你的生活做起 生活習慣改變之外 有三高的 一定要好好控制 三高不會讓你馬上覺得不舒服 它也不會造成你特別不舒服 慢性殺手 對 但它有時候 它是慢性殺手 慢性殺手 一旦抓狂起來的話 就是讓你瞬間倒下 那這裡面就是 腦血管疾病 還有心血管疾病 我上次還聽說 台中有一對朋友說 她的朋友 只是早上通電話說 下午要去看車 結果她 她傍晚等不到電話 再晚一點打去 她已經過去了 她媽媽說她中午睡覺 就沒起來過 你看我們看這麼多案例 她突然間離開 大家都覺得很訝異 可是回過頭來之後 她的身邊朋友說 她今天早上有說不太舒服 她今天早上說很累 胸口悶喘 喘不過氣 想說忙完去看醫師 所以剛剛講過 如果你本身是危險族群 那像這種的胸口悶 呼吸不順 心臟跳的感覺 跟平常不一樣 有這種症狀的話 大概還是要盡早 要請醫師看 但不一定說掛急診 你的家庭醫師的門診 諮詢 當然有必要的時候看急診 可是像我先生 他有 他兩個月前也是半夜 他就忽然間就敲 因為我給我女兒睡 他敲我們說 她呼吸有困難 她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很怕自己就是 你知道 她很怕說那我去掛急診 她掛急診之後 然後幫她檢查什麼 這邊打點滴什麼 都沒事 然後再隔兩天 她再去掛就是胸腔科 去照了 就是照了什麼血氧 做了一些什麼過敏源什麼 都查不出原因 像這種狀況就是也很難去追蹤 但是總是小心一點好 對啊 你千萬不要說那沒關係 尤其吃個止痛要躺下去 或者他安慰要躺 可能一躺 就真的 就起不來了 我自己哥哥就是在銀行 他自己突然中午休息這樣 他就覺得胸很悶 還好他常常看我節目 也一起講 結果下午 馬上進去就裝支架了 你看他自己發覺多快 而且他有自覺 對 對 就減為一條命 對 真的 對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會買保健食品來補充 那你真的是補對的嗎 維他命A B C D還有K的 對 維生素K有一大堆 來 我們看看第一個 嘴破跟蛇破 缺維生素B群心 還有嚴重的心肌炎和失智症 這裡面有誰是 我 我覺得嘴破不是病 痛起來真的是要人命 因為嘴破破那個是 我之前就有一次 可能這一陣子工作很多 然後又壓力比較大一點 有時候翻開還白白的這樣 對 就是這樣白白的 然後呢 而且一次連破三顆 然後偏偏那時候 我就剛好要主持一個很重要的記者會 然後就在隔天 他就啪啪啪就給我破起來 然後到了那天的時候要彩排 我就跟那個公安公司說 因為真的很痛 像碰到就是整個的破就在這邊 我就跟他說 那可不可以我們彩排的時候 我先稍微不要這麼用力去碰他 因為我也怕等一下正式來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會影響我的表現這樣 所以我彩排的時候 我上去的時候就 而且口水還特別多 對 就大概這樣 然後呢其實工作人員都知道 是什麼狀況 結果沒想到好死不死 他們老闆居然提前來 就看一個主持人在 咳咳 這樣子就 然後炒生氣說 我們怎麼請了一個義牛來主持 對 然後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 就是你知道正式來當然不可以這樣 然後就硬著頭皮 把它講完 超痛 真的很痛 然後我很快去買那個口內膏 現在有很多那個口內膏 還有一種日本的貼片 對 對 因為太痛了 太痛了 然後就是擦了兩三天之後 才趕快好起來 而且你嘴破 你講話的時候特別容易咬到 對 因為它腫 真的很容易咬到 可是你有這個也是因為咬到 咬到開始破鼻 然後你睡眠不足就發炎 對 有的還會用鹽巴去塗 那個超痛的 鹽巴 很痛 古早年代真的是嘴巴破了 就跟你說什麼鹽巴水塗 對 好痛 他在那邊滷 實際上他只是用那個痛絕 蓋住你其他的痛絕而已 是 後來有人跟我們講 就是 但是我後來發現 那個日本人滿有用 因為你要講話 你吃B度不會馬上好 對 你要主持節目怎麼辦 你只有貼的比較不同 對 對 瘋起來 然後再吃B度讓它慢慢好 慢慢好 像我那個時候也是 我拍戲也是就熬夜 那時候連拍了兩天 然後我不是破在裡面 我是破在這兩邊 好痛喔 對 就嘴角這兩邊 嘴角也 有點裂開 你不是說話說得脆脆轉波 對 然後就因為在這邊 你很難上妝 然後這邊又會紅紅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已經很嚴重 然後化妝師就沒有辦法 把我上妝 然後也沒有時間去買藥 也不能去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剛好有劇組同劇的演員 他說你可以噴一種 就比較消炎的那種藥 可是噴了你也不會馬上好 只是他讓它比較沒有那麼痛 所以我就想說怎麼辦 因為現在變在商店很方便 他們都有一包一包的那種 冰裙 幫你配好維他命C什麼 我就這樣幫我買 然後就是吃 一天吃三次 我大概吃了三天 然後後來也有 就是狂補眠 就整個就好了 對 可是以前我們作秀年代 都常常在台北 就會去華西街喝舌湯 吃解毒丸 吃黃年最多 吃黃年最多 我們喝三十年作秀年代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去耶 我們以前模特兒的時候 要是長痘痘 然後前輩就跟我們講說 我跟你講去華西街喝舌湯 所以我們有去喝過 對 知道嗎 應該是有解毒的功能 我不曉得了 但是黃年是最多人吃的 對 因為它可以降火氣 你想這些藝人哪個不上火 表演完了在那邊打麻將 白天不睡覺晚上還不會 好累 過年又無常 幾乎大家都上火 要來跟大家講 維生素B群 它其實是人體必須的營養素 也就是說如果你 所以一定要靠外界來補充 而且提醒大家 維生素B群是水溶性的 也就是說你四小時補充 就要補充一次它會流失掉 所以我們其實臨床 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說 早上出門推一顆B群 然後就不管了 其實這個方式是錯誤的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呢 我們剛剛在說 免疫力下降 你睡眠不好 火氣大 這些都是 營養師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常吃 甜食跟油炸 這些也會造成你身體 大量的消耗B群 所以你如果最近吃很多甜食 油炸又火氣大 請你可以適量的去補充 我們今天錄影禮拜五 是剛好放廉價開始 外面現在都堵車 堵得一大壺 對 那我們 我們休息室全部是月餅 這個月餅就算了 叫我們不要吃炸的 你今天叫什麼東西給我們吃 他今天叫韓國炸 去給我們吃 吃光波耶 肌肉炸又甜 回去他牙齦又要腫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嘴巴破只是一個警訊 如果大家你已經連續 一個禮拜都沒好 甚至我們有病人 是真的連續三個月都沒好的話 你要注意 因為這代表你的免疫力 開始下降 有可能嘴巴破這些細菌 會真的從牙根裡面進去 導致一些心肌炎 醋子等等問題 所以請大家不要輕忽 所以飲食均衡還是很重要 那其實這個嘴巴破 舌頭破 還要考慮到一些微量元素 我們說它很少量 但是偏偏又缺乏 又不行 比較常見的是一個叫做 我們的皮膚啦 頭髮啦 指甲這些地方 都是有這個微量元素的幫忙 那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媽媽 她把她國小四年級的女兒 帶來看病 她說陳醫師你看她這個就是 她國小四年級了 結果才20公斤 結果發現她真的是微量元素 這個叫做心不足 所以她也的確是 常常嘴巴破 然後傷口很難癒合 然後手指甲旁邊 就常常有那個痠痠有沒有 然後看她自己都在那邊剝 我就告訴她說 平常的飲食習慣裡面 也會有 有一些新的成分要補充 那如果真的再補充不回來的話 甚至還有一些這個營養品 也可以考慮 當然神經科看到 維他命 B群缺乏 不是只有單單說 嘴巴破 舌頭破 等等那一些 其實我們看到的話 就是 記憶力會不好 最近有一個就是70幾歲的一個先生 身體很好 很硬 都沒什麼看過病 那為什麼還來門診 她說家屬說 最近 你是誰 剛剛我們去吃什麼 吃過了嗎 我問她說這種症狀多久 她說大概十幾年前 開始有這種感覺 開始有 只是最近的頻率 越來越明顯 可是她記憶力 以前那些小時候的事情 都記得好清楚 真的檢查 她真的沒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做了 還是一樣四肢症整套 腦部的掃描 抽選 抽選 那抽選裡面其中一個 我們會抽的就是 其中會常見的就是 它就是一個 缺乏之後造成 後來回頭我們再問說 那 大哥以前是不是 我說對 她從小時候出生沒多久 就開始吃素 我們常碰到說 這是維生素B12缺乏 或者葉酸缺乏 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她沒有吃到肉 長期下來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 神經那些傳導 然後久了之後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 認知功能 最重要的一點是說 拖了那麼久之後 大家會問說 那我維他命B12補充之後 肌力會不會變好 會不會變得比較聰明 答案是 不可能 可是我們還是會補充 因為希望她 退化的速度不要太快 你們是出家人都容易健忘 有些真的會 其實我有幾個真的是有 可是她經念得好 因為從小就念了 對 很習慣 所以每一部經 她都念得很好 對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些動作 以前常做的事情 她不太會忘記 可是最近的事情 可能會忘了 睡眠品質差 我就是睡眠品質超差的 你有無保 睡眠品質差 她不是睡眠品質差 她有在睡嗎 沒有 沒有 睡眠品質差 沒錯啦 睡很少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是 我覺得從今年35歲過後 我會覺得 比往年還要更來得疲倦 睡不飽 其實像我平常真的可能只有睡 可能三到五個小時 因為平常睡眠品質就不好 我可能晚上睡個兩三個小時 我就會醒來 突然醒來 然後就再也睡不著 可是接著早上 我又要幫小孩準備早餐 所以其實 睡眠時間不足 睡眠品質也差 我就會想說 趁著假日 趕快睡個十幾個小時 來補眠一下 可是我覺得每一次假日睡醒來 是 變成我現在起床 都一定要咖啡跟茶 可是我以前真的不用 以前真的覺得自己年輕有體力這樣 現在真的完全不行 所以我就上網去找 看看我是不是缺什麼維生素 結果我發現我缺的還滿多 因為我今年初開始 我胃口就不太好 你缺一份安靜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早上胃口不太好之外 我又很忙 所以我常常一天就只吃一餐而已 所以其實好多營養素 都沒有辦法從食物中射出 就去買很多的保健品 我就看到很多文章說 可能缺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買真的超多 我買什麼鈣美芯 然後還有什麼ABC 維生素ABCD 我都有買 我可能比較缺什麼 可能當天我沒有吃到水果 就會吃個喜 而且我之前還聽人說 如果想要睡得好 就是 你就會可以幫我睡 可是人家就說B群會太興奮 這點我正常要問那個剛剛 B群是可以穩定神經的 所以我建議你有睡不好 你是因為神經緊張壓力的 你要吃的是低劑量的B群 可是我又聽人家講 你吃B群我很High啊 放鬆神經 放鬆神經 所以要低劑量 你不要吃太高劑量 你剛剛說你買了哪些東西 我買有 鈣美芯 還有鐵 然後還有維生素A 還有水果 你說這些都是為了睡眠買的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想說我平常吃 吃的就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隨便 看天天沒有補抽哪一個 就吃什麼 我就吃哪一種這樣子 這集錄完之後要買更多 等一下如果沒 上面寫的你沒買到 好舒服 好啦 沒關係 睡眠品質差到底缺什麼 只缺澱粉美甲 而且會嚴重心率不整 澱粉 保健食品 因為它一口氣吃了將近十種 當你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是處在一個慢性發炎 當你吃了那麼多保健食品 你會變成身體變成促氧化 意思就是說 你體內的自由基會變多 你發炎指數會變高 所以反而對它的生命危險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所以它其實是不能夠在睡眠不足 然後身體發炎的情況之下 吃那麼大量的保健食品 那我們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特別講 就是澱粉的東西 就是因為澱粉 我們通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躺在床上 我們希望怎麼睡覺 就是你要放輕鬆 你要放鬆 心情愉快 你才能夠入睡 那放輕鬆 我們體內就會合成一個叫 血清素這個物質 血清素我們俗稱就是 快熱荷爾蒙 讓你放鬆 那它的原料是什麼 它原料裡面呢 大家耳熟能響的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澱粉 那我臨床上有一個 蠻特別的案例 因為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走進來 然後我以為 她是要看體重控制 她情緒又不是很好 她坐在我對面的門診 的椅子上面的時候 她就一直就是 一直叹氣 然後因為她拿了一杯水 她就一直這樣 就是一直把那個杯水 一直這樣弄著 我想說她情緒 怎麼這麼不好這樣子 她覺得她最近睡眠不好 然後人也老了很多 因為她同學聚會的時候 她同學跟她講說 你看起來怎麼老了10歲 因為她看起來像30歲 看起來像40幾歲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她的上班的時間 就是朝九晚五的時間 他們到三點的時候都要開會 結果她每次開會 她都會甩筆 甩筆 然後甩那個文件夾 她自己講的 因為她不自覺的 她就會生氣發脾氣 然後罵同事 然後罵他們所有的 就是同事 每個人都罵這樣 然後反正同事提的案子 她都會反對這樣 有一次嚴重到 就是她老闆叫她進辦公室 然後問她說 妳那個什麼事情沒有做完 結果她指責老闆的鼻子 罵了她三分鐘 然後她就自覺的 就是脾氣很差這樣 然後因為還好她老闆是女生 老闆就跟她講說 妳是不是最近減肥 減到都沒有吃東西 她就說對 因為我最近減肥 就是因為要控制澱粉 所以她 其實都沒有吃澱粉 所以當妳沒有吃澱粉的時候 妳的血清素合成不足 妳當然會影響到睡眠 那妳影響睡眠 妳早上起床 妳精神不好 妳人就會暴躁 然後加上沒有澱粉 妳血糖不夠 妳人也會暴躁 所以它是一連串的關係 我說妳中午的時候 可以吃一些好的澱粉 比如說像 蕎麥麵 地瓜 然後或是 這些其實都可以攝取 那如果晚上 真的害怕吃澱粉的朋友 其實為了睡眠 我建議可以吃一點水果 比如說像那種 香蕉牛奶 或是木瓜牛奶 那為什麼我們會提到 就是每次睡眠都要吃這個 因為香蕉裡面有色胺酸 然後我們的牛奶裡面 其實除了碳水化物之外 它也有色胺酸 所以它這樣的組合 其實可以幫助入睡 然後讓妳脾氣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當妳的女朋友 或是妳的老婆 情緒不好的時候 睡眠不好的時候 妳就可以給它一杯香蕉牛奶 那晚餐吃地瓜可以嗎 可以啊 晚上其實吃地瓜可以 就是好的澱粉 不會很不脹 不會脹什麼 就是會脹氣 可以搭配一些 比如說消脹氣的 比如說像 然後或吃一些奇異果 對 事實上就會 讓妳比較舒服 然後我每次在減肥的時候 我老公的皮就會繃很緊 因為就減肥 就不吃澱粉 我真的 我是自覺脾氣不好 然後他會覺得太可怕 他說妳不要減肥 妳就吃澱粉好了 這裡面寫了兩個 這個美甲 這個我們知道 這是電解質 大家 電解質不平衡 大家常聽過 好像覺得也沒怎麼樣 其實電解質不平 有些真的會致命 那我們就曾經碰過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 算是年輕的一個女性 這個半夜 有她一個很年輕的小女兒 陪她來掛急診 看起來就營養不良 然後女兒帶她媽媽 跟醫生講 轉述媽媽症狀 就是媽媽都不吃飯了 這天都倦怠無力 都一直躺在床上 都不起床 再問一問之後 她媽媽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一個酗酒的一個女性 躺下來之後 我們就打點擊 好幾天沒吃飯 就順便做一些抽血檢查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美 我們一般的抽血 初步的這種篩檢檢查 其實美並不是 一個例行性的檢查 但是因為醫生 看她的營養狀況不好 醫生就順便幫她抽了個美 打點擊再等 然後就等抽血報告 大概打了十幾分鐘之後 她女兒就找護士 是護士阿姨 護士阿姨 你幫我看起來我媽媽 我媽媽在翻白眼 我說翻白眼 為什麼翻白眼去看看 她不知翻白眼 而且叫不行 醫生一看了之後 就馬上把她推到急救室去 推到急救室去之後 也不翻白眼了 停下來了 但是不僅叫不行 也沒有呼吸 所以醫生主要 馬上就拿這個電擊板 馬上立刻看 看完之後 她就呈現一種 非常非常惡質的心理不整 我們叫多形性 心事頻慢 心理不整裡面 如果排名的話 她大概排老二 還好她一電完之後 就開始慢慢慢慢 恢復呼吸 就是電擊成功了 電擊成功 醫生做一些檢查之後 去追美的這個報告 結果美大概是正常人的 大概剩一半左右 所以她就是一個 她長期喝酒之後 營養攝取極度不均勻 造成一個低血美症 尤其是長期喝酒的病人 營養不難症 它會造成嚴重的心率不整 像這種 如果你沒有馬上 給它電擊的話 其實如果它睡夢中發生的 隔天早上 就是已經離開了 所以像電解質 包括甲也一樣 低血甲 高血甲 低血美 這種都會造成 這個嚴重致死性的心率不整 像美 你正常的飲食攝取 你只要不是特殊偏食習慣的話 一般來講 攝取都會從正常飲食攝取到 它在哪個食物裡 美大概兩大類的食物裡面有 一個是所謂的 綠色蔬菜 所以一般像我們營養調查 我們綠色蔬菜 我們國人一天吃不到一碗 所以相對美 確實比較容易缺乏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吃綠色蔬菜 從堅果裡面來 那堅果裡面像開心果 杏仁果 它的美含量都特別高 甲的部分我們可以從 帶籽的水果 其實你仔細看 有一些水果它有一顆一顆的籽 比如說像香蕉裡面 是不是有黑一點點的籽 然後小番茄裡面是不是也有籽 對 然後奇異果裡面也有籽 那這種帶籽的水果含量特別高 那在蔬菜裡面 我們把它歸類在菇類 比如說像金針菇 香菇 草菇 這種都是含甲量特別高 甲會融在水裡面 所以如果你喜歡就是高溫烹調 或者是喜歡那種 煮東西煮比較久的這一種 那甲確實是容易缺乏 來 下一個我們看這個 好 半夜腳抽筋 這個 你會覺得另外一半的起動嗎 一直抖有沒有 就小腿抽筋 這個常常女生會有的問題 對 好 來 我常常 我不只半夜腳抽筋 我手指也會抽筋 手指也會抽筋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很誇張 其實我有點不好意思講 就我常常在外面 有時候吃牛排 有時候那牛排真的 就是煮得沒有很好 然後就是那個刀又不夠力 然後我就要切的時候 就很用力切 切都切都熟變這樣 對 就這樣 可是我還要裝鎮定 因為不好意思被朋友發現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再把手這樣 就把它拉開 然後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從小 就不愛喝牛奶 然後平常我的飲食 其實我也不太愛吃起司 奶類的東西 就奶類的東西我真的吃很少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些原因 我才比較容易抽筋 還有就是有時候工作 要穿一整天的高跟鞋 然後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很容易抽筋 因為我不太會穿高跟鞋 所以當我穿高跟鞋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其實是滿僵硬的 所以你濕力點不對 對 濕力點不對 所以晚上就很容易抽筋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去補充鈣 然後是我到了我懷孕的前期 因為通常他們都會說 懷孕的後期才會比較容易抽筋 對 但我其實前期我就抽筋了 所以那時候我先生 就買了那個鈣粉 給孕婦吃的鈣粉 然後就一直補充 然後其實這些抽筋的一些頻率 就減少到後面基本上 就已經沒有再發生 就很少發生 那我本身的話是餐飲業者 然後就是有時候 工作壓力比較大的話 然後導致我自己很容易潛眠 然後還有抽筋之類的問題 然後尤其是有時候工作到一半 會突然就是抽筋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懷孕了 後期懷孕 每天就是都在抽筋 然後很像被電到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是產檢的時候 就問醫生說 這要怎麼改善 那醫生就跟你講了一些保健的觀念 然後可以建議我說 吃一些改或美的部分 然後我就吃了一陣子之後 也改善很多 然後到現在就是 從生小孩到現在都有持續吃 就除了改善睡眠的部分 然後連抽筋的問題 就是沒有再出現過 因為他抽筋會影響睡眠 對 所以他抽筋解決之後 他認為這些東西也改善睡眠 因為好像 像很多人都說 你要有個比較好的睡眠 都會說 對 那牛奶是不是有鈣 對 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 讓我們睡得比較好一些 有可能缺鈣 所以他真的是影響睡眠 看到沒有 對 要來分享一下鈣 那我要來跟大家講一個 很恐怖的數據 根據我們國民營養大調查 二零一三年 他做一個整體的 大家飲食的調查 發現 那鈣質在我們身體 它是一個必須的礦物質 它包括心臟的穩定 幫助你入睡 幫助脂肪代謝 還有穩定你的神經 避免抽筋 這些都是需要補的 那其實以一般成年人 每天需要補充一千毫克的鈣 特別是孕婦跟成長發育的時候 要攝取一千兩百毫克的鈣 但我們平均大概只有吃到 五百七十四毫克鈣 嚴重的不足 所以你整個身體的 不管心臟的跳動 睡眠 或是你開始發胖 或是抽筋 這些其實都跟缺鈣有關 那特別講的就是 最近不是有很多人 喜歡運動嗎 你運動就像跟穿高跟鞋一樣 你就是整個壓迫有沒有 你肌肉在它一個緊繃的狀態 其實它的 你需要一些鈣來幫你放鬆神經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剛剛特別講到 好像很多人不吃乳製品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一些乳糖 不耐症的狀況 那我建議大家 你盡量可以選擇 你每天都適量的補充 每一種吃一點 就一百毫克一百毫克 慢慢的累積 那這樣累積到一千毫克是可以的 那當然你真的吃不到 有時候很忙 吃不到你想要買市售的補充品 補充一些像檸檬酸鈣等等的 也是可以的 那我建議大家補充品 你一週還是三天到四天就好了 因為我們飲食可以吃到的 你就是把它搭在我們菜單裡面 適量補充也不要過度依賴 對 特別還要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鈣流失這麼嚴重 因為我們很喜歡喝咖啡茶 這些草酸都會結合你飲食中的鈣 就流失了 所以你咖啡跟茶你有缺鈣的 你盡量就是跟你的平常 午餐錯開兩個小時 再喝 比較不會跟你飲食中的鈣結合 變成草酸鈣就結實 它就沒辦法吸收 而且現在還夏天 冬天會不會抽根熊嘛 抽一樣 對 是的 而且跟 也是有關係 所以現在要做好準備 所以這個攝取要夠 而且是女生比較缺鈣 對 大部分 而且三十五歲以後 就骨質疏鬆 女生的荷爾蒙 其實它也是一個保護鈣的因子 而且五十歲以後更年齊婦女 更容易有骨鬆問題 所以積極補充 曬太陽 幫助合成維生素D 促進鈣吸收 這些老生懲談 一定都要做好嗎 其實還有缺一個東西 也會造成腳會不舒服不好睡 就是什麼 就是多巴胺 我舉個例子 前一陣子有一個五十歲的小姐 她就是失眠十幾年了 都睡不好 在外面的一些診所 拿來安眠藥等等那些 她還是睡不好 所以工作表現也不怎麼好 她後來來到門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問完 她一些病史 問完了睡 那些睡眠的一些量表之後 我們就幫她安排一個 我們講那個睡眠測試 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有我們檢測看看 她有沒有不寧腿的問題 結果回來之後 她的報告 其實她沒有什麼呼吸中止的問題 可是她的腳呢 從她開始睡眠沒多久之後 腳就開始 所以後來就問她先生 你晚上有沒有常常被踢 她說大概這幾年都沒有跟她睡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前幾年 常常睡到一半都被踢一踢 就醒過來變成她不好睡 結果兩夫妻就分房睡 我們就補充一些 在睡前吃 吃了之後 其實大概三個月左右 她的不寧腿的症狀 其實就慢慢改善 睡眠品質也比較好 也不需要依賴的安眠藥 其實就要做睡眠 有一次我在看診的時候 有個年輕的一個女性 她就掛了號走進來 走進來說她梁子是這樣子 你以為她就比蓮花子 她其實沒這麼優美 她其實是很僵硬的 我們蓮花子是很優美這樣 她是這種很僵硬的這樣走進來 走進來 其實我們一看到這種的表情 你去板她 很痛 像看到這種我們大概就想說 通常她大概就是蓋蜜蜜蜂 她就是開甲妝蜴 我們知道開甲妝蜴 看什麼原因 如果你的甲妝蜴需要一個 大範圍的切除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會把副甲妝蜴 一起也會吸收掉 所以醫生當然會 盡量去保留你的副甲妝蜴 但是如果你假除 比方說你是甲妝蜴的癌 或是癌前病變的時候 醫生要切比較大範圍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甲妝蜴 副甲妝蜴就一起被拿掉 那副甲妝蜴一被拿掉之後 基本上你的鈣就很容易缺乏 所以有時候醫生就會開 甲妝蜴素順便也會開鈣給他吃 那有時候病人吃吃吃就忘了 因為這種通常就是長期補充的 果然最近他就沒有吃藥 他沒有吃藥的時候 蓋死之後就突然就降得很低 就手就抽筋了 再低的話有時候全身抽 那個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個肌肉不自主地痙攣緊繃 是非常非常痛的 那我們就快速給它補蓋之後 不過就慢慢慢慢就鬆掉了 舒展開了 所以你開過甲妝蜴的病人 有時候要小心 甚至洗腎的乾硬化的 像這種你的白蛋白太低的話 你的鈣也會缺乏 身體的反應會不會是像 因為你身體缺鈣 所以你反而會一直去找咖啡喝 瓜哥在講的那個 有一個特殊疾病叫 就是我們身體 沒有一些特殊缺體的人 他會很喜歡吃一些特別的東西 舉例來說他喜歡去咬冰塊 然後或是去咬一些手指 他就會一直做一些特殊的 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這些電解質的缺乏 導致他的飲食 開始出現一些異常的行為 對 我有提議是講 那咬冰塊一直咬的人 他一定有子宮肌瘤 我們婦長哥講過這件事情 真的喔 因為甄莉每次打牌都一直咬冰塊 甄莉啊 對 奇怪 你冬天也在咬冰塊 你是不是有子宮肌瘤 你怎麼知道 好強喔 真的 來 我們看 手腳冰冷 這個 缺什麼 我是從小就是一個手腳冰冷的人 然後呢 就是現在越長大 年紀越長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更嚴重 然後我是會冷到 就是冬天的時候 我要穿襪子是 先穿一層薄的 然後再穿厚的 然後再蓋那個 就是厚的那個棉被 然後這樣子 還是在冷 就是外力都沒有辦法 然後弄那什麼烤爐啊什麼的 都沒有辦法 烤爐 烤爐 電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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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國外可能每天要生活 對 然後就是都一直很冷嘛 然後我覺得那手腳冰冷的時候 會影響到睡眠 如果老公在旁邊呼呼大睡 還就是你知道睡得很安穩 然後你就會心情非常的差 然後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手腳冰冷 這個電影不是都有演嗎 在那個外地求生啊 最後就是你知道全身很冷的時候 就是衣服都沒有辦法了 你就是要脫光 然後用那個肉體的那個 好 去取暖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那天晚上 我就突發奇想 一方面是看他睡得很安穩很不爽 然後呢 二方面我想說好 因為我一直外力都沒辦法 我就把我的腳那些什麼都脫掉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腳一伸 然後塞到他的兩腳中間 我老公瞬間 他這麼冷醒 什麼時候冰凍 他超生氣 他說你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很冷 給我一點溫暖 但我覺得真的滿有用的 這個真的有用 完全有用 腳夾在對不對 在那個兩腿中間 你要去找一個熱源去幫你溫暖 你又不可能把電暖爐放 摘在那個床上 找老公的腳都這樣伸過去 做電毯 對啊 電毯 現在電毯很舒服 沒有 我覺得老公的體溫是最好 而且老公會生氣 可是老公會生氣 可是電毯真的也滿危險 因為你睡到睡 早到萬一過燙也是燒傷 長輩就跟我說要喝一些什麼薑湯 對 然後或是煲湯 然後那種事物 就是調理身體的那種的 或喝什麼紅棗茶 對 黑桂園 我覺得有改善一點點 但是它在該冷的時候 還是繼續用的 不知道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 該不會缺薑吧 缺鐵蛋白質不足 缺錢 缺什麼 缺什麼 手頭很緊 缺鐵蛋白質不足 嚴重 女生本來已經平血 其實剛剛欣妮提到那個薑湯 其實冬天很多人會用 那個是比較 不只是薑 其實 新香料都會促進你血液循環 讓你短暫的 就是手腳比較溫暖一點 那煲湯的部分 倒是有它的一個方法可訓 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吃喝香港的煲湯 它大部分大家都是喝湯 那喝湯裡面很多脂肪 那脂肪讓你就是變胖之後 你相對的 所以這個是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但事實上 你在喝這種煲湯的時候 反而是應該要吃裡面的肉類 為什麼 因為肉類我們就提供 蛋白質的來源 那蛋白質在我們的三大營養素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功用就是 很快它就會讓你溫暖 所以反而你在就是喝湯的時候 你不要急著喝那一碗脂肪很高的湯 你應該要吃的是裡面的肉類 才是有幫助你血液循環好 然後比較溫暖一點 那提到所謂的這個 嚴重型的這種貧血 我們台灣的營養調查裡面 確實發現女孩子 在19歲到50歲這種 就是生育年齡 有月經來的這個年齡的時期 那我們女生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在門診 我有碰過一個女孩子 她是大概40歲左右的一個主管 然後她本身有一點輕微的高血壓 然後她體重有一點微胖 然後她就覺得說要調身體 她要養生嘛 她每天早上 她都會自己自製所謂的養生精力湯 那她也知道說 我們要讓女孩子氣色好 然後因為你手腳溫暖了 你氣色就會漂亮嘛 所以她就覺得說 網路上很多都講說要 吃一些紅色的食材 比如說她可能就會在裡面放一些 火龍果 甜菜根 藍莓 葡萄 因為你吃這種紅紫色 紅紫色 你就會就是好像補鐵 就是這種鐵含量很高 甚至於網路上講說葡萄乾這些 那她奇怪怎麼越喝 她覺得怎麼越手腳冰冷 那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是 所謂的缺鐵性貧血 我們營養師在建議上面 一定是建議你吃 所謂的動物性的食物 像我們在醫院 我們直接針對 嚴重缺鐵性貧血的 我們會建議她直接吃鴨血 其實你補三天 如果你真的缺鐵性貧血 她就會回來了 然後另外還要補B群 這時候確實可以用保健食品的B群 因為你在造血的過程裡面 你也需要維生素B群來幫助 所以這個反而是 動物性的這個鐵 它的吸收率會比植物性的鐵 來得高 而且高三倍以上 瓜哥為什麼講到羊肉 羊肉它是不是會 就是促進血液循環 為什麼手腳會溫暖 因為羊肉它也是紅肉 那紅肉它是屬於動物性的鐵 豬肝 豬肝也很快 所以就是鴨血豬肝 然後紅肉裡面 比如說像羊肉或者是牛腱 或者是豬的里肌肉 這個都是瘦肉裡面 紅肉含量 鐵質含量很高的 但如果碰到就是吃素的朋友怎麼辦 那反而我們會建議 就是除了綠色蔬菜裡面之外 像餡菜類的 它的含鐵量滿高 但是因為它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你要把它的吸收率提高的話 你要在飯後 你要搭配 維生素吸高的水果 所以你反而應該要搭配一些 巴勒 小番茄 木瓜 它來幫助這些植物性鐵的吸收 把它提高 像我們另外一半缺血的時候 買豬肝 今天幫你買豬肝 不不血 它吃一塊 它就不想吃 因為 為什麼 這樣我就吃了六塊 結果它是缺血 我這一邊要放血 大概平均一天 如果真的很缺的話 一天大概兩塊 大概補三天 其實它的鐵就會稍微回來 可以耶 冬天 連續三天 缺鐵不是只有大人的專利 偶爾在小寶寶我竟然也發現過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媽媽 帶著八個月大的孩子來打疫苗 然後其實她在我面前的時候 很乖 我以為她在睡覺 可是我發現我把針打下去之後 她只是輕輕的嗨兩聲 那我就趕快問媽媽說 媽媽她平常活動力好嗎 媽媽就說她好像平常就是 不怎麼喜歡動 那我看她也的確是比較蒼白 我就趕快問說 她平常吃的副食品 到底吃些什麼 後來才發現 她從出生媽媽就是餵母奶 但她不是輕胃 她是擠出來 在那個奶瓶裡面餵 然後我說那好 那你有開始加副食品了嗎 阿嬤就在後面插嘴就說 有啊 有啊 那母奶裡面 我有加米精加麥精 有加加加這個東西 其實副食品 四到六個月就應該要加 應該是這個食物泥 放到嘴巴裡面 訓練她的咀嚼能力 那母奶的鐵含量很夠 可是孩子越長越大 她的鐵需求也更大了 所以你只喝母奶其實不夠 所以這個孩子 我後來就趕快叫她說 這個營養品的鐵劑 還是先補充一下 副食品趕快加回去 後來才恢復正常 腰痠背痛 人縮水 如果最終活到年齡越大 身高就變壓強了 來 缺鈣鎂維生素D 還有嚴重的脊椎塌陷 鈣鎂D這三件事情 是骨骼裡面非常重要的三個元素 但我們骨骼如果缺少這些元素 它會骨質疏鬆 可是你骨骼承受不住 自己身體的重量 所以就開始慢慢的塌掉了 那脊椎塌掉的話 就會開始前面說了 然後就會開始塌掉 就會開始腰痠背痛 就會跟著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自己一個病人 一個阿嬤 她是來看糖尿病 那一走進來就這樣 就這樣 慢慢駝背這樣走進來 那身為一個專業醫師 我們要查顏觀色 所以我看她這樣駝背走進來 就說阿嬤 阿嬤就馬上就來說 看腰痠背 不要說太多 吃老鄉不會倒球 不會撒球 阿嬤就很不以為意 可是我很堅持說阿嬤 你身高有沒有縮水 阿嬤說她跟年輕人 身高比大概少了五六公分 所以我真的矮了非常多 那我很堅持說阿嬤糖尿病 不然也照個脊椎好了 所以就是脊椎一照 正常脊椎裡面 大部分是四四方方的 阿嬤的長方形的脊椎 每一節 連續好多節 全部都塌掉 就是前面身體 前面部位的脊椎 跟後面大概差了五十%以上 這代表是脊椎直接壓塌掉 骨質疑驗標準-1 -2.5是骨質疏鬆 阿嬤是-4.2 -4.2的概念就是 跟其他人的脊椎的 骨密度量大概剩不到一半 那阿嬤後來 我們就把它做了一些 抽血的檢驗 就發現阿嬤的維生素D只有11 差太多了 到底標準的話 台灣的營養調查 台灣的國人大概 那所以在這裡呼籲跟提醒大家 骨質這件事情要顧得好 30歲以前有機會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 還有30歲以前的 現在就是你的機會了 像我是比較擔心 我家兩個兒子的身高 因為他們現在國小三年級了 其實他們都還不到一百 差不多是才一百二而已 最近才一百二 但是問題是 我可能在家裡看 我自己覺得還好 可是出去跟朋友一起玩 那朋友的小孩 才幼稚園大班而已 每個都比我家的兒子還要高 我就很擔心 不過之前還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以前的日本 他們的那個個子 不是會比較 所以他們為了要突破那個 天生的限制 所以他們就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計劃了一個 百年成長計劃 就是每一天都讓他們 那個成長發育中的小孩 去補充一杯牛奶 那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自己好像也是天生 有點不足 然後後天又失調 因為我從小就不愛喝牛奶 所以我家的小孩 只要他們愛喝牛奶 我都是拼命地滿足他們 可是問題是 我家五個小孩 每一天這樣子 把他們當水這樣子灌 其實那開銷真的超大 我就有發現這個 突破天生的武器 霸膏小子 讓孩子在對的時間 補充對的營養 裡面它的是水解配方裡面 它是從裡面萃取了 天然魚眼裡面的牛奶蓋 而且你不要看這小小的一包 它這小小的一包裡面 等於從2.5公升的牛奶裡面 去萃取出天然的牛奶蓋 你看這樣是不是小小的一包 這樣比家庭好還要划算 小朋友平常在喝牛奶 這樣一直灌一直灌 他們是會影響到正常 因為他們都太撐了 對 而且它除了牛奶蓋以外 它裡面還有 日本專利的膠原蛋白 然後優質黑金的 韓國專利黑酵母 它都是可以幫助 那個營養的關鍵成分 另外它還有 鈣的助攻三元素 維勝素D 然後還有那個鎂 那邊上面的鎂 還有那個 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而且我覺得它最方便的是 它不用沖泡 它就是打開就可以直接去吃 直接吃喔 對 因為你通常牛奶什麼 有的小朋友還會拿去泡什麼 這個是不用沖泡 就可以直接吃 我家的小朋友都很喜歡直接吃 那很方便 對 很方便以外 它還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牛奶的原味 一個是焦糖的口味 你就不怕小孩子會去挑什麼 它吃起來的味道是非常好 如果你要把它配在豆漿或是果汁裡 它也非常適合 小朋友也都不排斥 都很愛 大家對於成長這件事情都很在意 所以為了這個成長的事情 大家費了很多心思 可是最怕就是 用錯了一些不好的天方 當然會用各的東西 就會去隔壁 觸臂 誰包什麼都想說試試看 可是這些試試看的結果 反而導致了性子的時候 孩子贏在了起跑點 一開始很快 可是到最後早早就停止了發育 這是大家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所以還是要從根本來 最根本的骨骼的發育 最重要的就是鈣 那大家提到 成年人的鈣其實很缺 不只成年人 小孩更缺 成年人說八成 小孩呢 幾乎每個的鈣都攝取不足 小孩的鈣 國民營養調查裡面 國民健康署建議 800到1000左右 那這樣的攝取的量 大概就是三到四杯 250cc的牛奶 大概是這樣的量 可是在嚴重攝取不足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基礎的原料就不夠了 那可是我們很多遇到的家長 會告訴我們說 醫師不用擔心 我跟你說 我小孩都有 我有讓他喝很多的水 也有帶他去踏青運動 講完之後說他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我聽完這東西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告訴我們三元素 陽光 空氣 水 陽光 空氣 水 這件事情更重要的一件事 家長覺得補充了維生素D 曬了太陽會有維生素D 蓋自然會足夠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維生素D足夠之後 蓋不會自然就足夠 而且曬太陽 不會直接維生素D就夠 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維生素D在空氣之中 最重要的是 紫外線的B 要能夠接觸到皮膚 可是如果 如果空氣污染太嚴重 他會去阻隔掉這維生素B 所以這時候 其實曬到他身體的時候 他不會轉換成維生素D的 所以要 所以曬個太陽之前記得 要下載空污指南 如果空氣不好不用曬了 這時候只會有皮膚 不會有維生素D 那維生素D又分為兩個 一個叫D3 一個叫D2 D3跟D2 那這個大家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 D3在身體裡面的儲存率 跟利用率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是它的差別 那另外有提到的 還有身體一些重要的元素 像是我們的鎂 是會有助於骨骼的發育 維生素K的部分 是一個重要的特色 它的部分 是能夠促進骨質的概化 那這個東西的概念就是 讓我們鎂 囤積在正確的地方 就是我們需要它的骨 這件事情正確的概化 那另外我們說的 蛋白質的這個部分 生態的概念是 蛋白的部分 我們身體很難直接去吸收它 都要切成切成很小的分子 叫做 胺基酸兩個 三個組合在一起 叫做生態 那這時候小的分子 我們身體才能夠直接吸收 利用的部分 那這樣的蛋白 這樣的膠原蛋白 在我們身體裡面 骨骼裡面最重要的是 它能夠把彼此間連結 做接好 然後去過穩固的一個動作 我今天談了那麼多 你看什麼C這些 其實元素 都是在我們身體 是不能缺少的螺絲丁 少一顆 你身體就會呈現 有一些故障 是 小的當然就會讓你很疲憊 對 很頭痛 大著可能讓你又要住院 對 所以很多我們是可以從 平常飲食社群 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要請教營養士 對不對 來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